我们不用很麻烦很累就可以学音乐 哈喽大家好我是跳男 通过两期的科普演练 我们现在已经能初步阅读五线谱的节奏型了 之后呢只要在节奏型的基础上 正确读出每个音的音高 你就基本上达成了看懂五线谱的初级成就 而今天呢我们就要回到音高的话题上 聊一些理论上的东西 顺便做一个小手工 会有源源不断的新姿势等着你啊 声音的本质 现在我们需要准备什么呢 要准备一个自带横线的那种 最普通的记事本作业本就OK 但这个本质得有24行以上的空间才够用 如果你手头的本质一样不够24行的话 就去文器店重新找一本吧 或者你自己找一张白纸A4纸什么的 拿个尺子打24行宽度相等的线也是OK的 如果没有准备好 你可以先暂停一下去准备一下 好了的话我们拿好我们的纸和笔 准备开始了哦 首先我觉得能一路看到这里的同学 一定都是非常渴望快点掌握新姿势的好同学 所以我今天先跟大家解锁一波新姿势啊 那就是我们之前一直没有勇气去触碰的那些 黑键的名字 这里为了方便大家接下来的观察 我想把我们常见的钢琴键盘形态 稍微做一下调整 让黑键和白键呢一样宽 而且一样高 这样看上去整齐多了 好现在我要先引入一个概念 就是半音 什么是半音呢 拿钢琴键盘来说的话 半音就是两个挨得最近的音 它们的距离 还是拿我们老大哥C来举例子啊 你看C虽然钢琴变了形 但我们还是一下能找到C的位置 那么和C挨的最近的两个键 分别是它左边的白键和它右边的黑键 左边这个白键我们知道是B嘛 所以呢这个B就比C低一个半音 同时呢 C右边那个黑键虽然我们不知道名字 但它比C要高一个半音 就是这样 那我们再看一下C跟D啊 它们相差多少个半音呢 很显然是两个半音嘛 而两个半音呢 刚好就是一个全音 所以你可以说D比C高了两个半音 也可以说D比C高了一个全音 同样的你可以任意找两个键 说它们之间相差了几个半音 比如我们比较熟悉的C跟G之间 差了几个半音呢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所以差了七个半音 这个也很好数 但不要忘记了 这里也要考虑八度的问题 如果是同样这个G 我们跟它高音的那个C去比的话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这时候就只差五个半音了 所以你要记得 把八度的问题也考虑在内 OK 知道半音是怎么回事之后 我们现在就要从老大哥C开始 一个半音一个半音的往上走 在我们的表格上 把所有的黑白键的名字 通通都写出来 来 准备好你的纸和笔 把你的表格转九十度 我们要竖着写了 首先第一个音就是老大哥C嘛 我们写在最左边这一列 这里不用考虑它是哪一个八度的C 你就写个C就好了 它对应了我们键盘上的第一个白键 然后接下来往上一个半音 我们就会遇到第一个黑键 那这个黑键到底叫什么名字呢 不着急 马上就轮到你了 我们先把你跳过 直接看第三列 第三列又是一个白键 那C键的下一个白键是什么呢 D Soですね 好 这里我们就写一个D 注意是第三列 不要写到第二列了 好 写完C跟D之后 我们回头来看一下 他俩中间加的这个黑键 它比C高半音 比D又低半音 我们该怎么表示它呢 这时候就要给大家隆重介绍 两个新认识的符号了 升号和降号 升号就是升高半音的意思 降号那当然就是降低半音的意思 在这里使用的话就是 因为它比C高一个半音 所以你可以叫它升C 同时它又比D低一个半音 所以你也可以叫它降D 也就是说这一个黑键 它就有俩名字 你也可以叫它升C 也可以叫它降D 那么这里要特别注意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 虽然咱们叫它升C降D 但是呢 这个升降号在写的时候 可是要写到字母的右边 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中文会把升和降说在前面 但如果你不用中文的话 你换成英文 你就发现它写的跟说的是一样的 比如说这个C井 我们就念成C sharp 程序员对这个词应该很熟悉啊 然后把它念成降D的时候呢 英文里也是D flat 它们都是在后面的 所以大家讲中文的时候 很容易把这个写反 比如说写成井C 这样就是不标准的写法了 大家要留意一下 但是换到五线谱上呢 或者简谱上呢 这个升降号它又跑到左边来了 这个就很烦人 所以大家以后写升降号的时候 一定要提前留个心眼 别写反了 以上是第一个要注意的 然后第二点呢 也会是很多人的一个疑问啊 就是什么时候叫它升C合适 什么时候叫它降D合适呢 你看这升C和降D不是一个音吗 键盘上弹也是一个音 出来声音也一样高吗 怎么区分呢 以大家现在知识量去理解 还是比较困难的 要等到我们对极数 有一个初步的认识之后 我才好给你去解释 现在你只要知道 这个带升降号的音 都属于变化音的范畴 这感觉就有点像 咱汉语中的多音字啊 必须结合上下文 你才能确定 它应该发哪一个音 具体的我们以后 会慢慢地解释清楚 好 我们继续往下推进 那么D的下一个半音 就是这个黑键呢 它位于D跟E之间 所以它也有两个名字 要么叫升D 要么叫降E 我们现在把它写上 注意升降号的顺序啊 别写烦了 然后下一个白键 当然就是E了 写上 然后再下一个是F 它也是一个白键 好 那么问题来了 这E跟F之间 相差是不是也是一个半音呢 没错 它俩就是相差一个半音 为啥呢 因为它俩之间没有黑键啊 所以相差一个半音 好 那么问题又来了 既然刚才咱们讲的升降号 是提高或降低一个半音 那我们可以不可以 把F当成升E 或者把E当成降F呢 当然可以了 所以你要在E和F下面 也写一下 E也可以叫降F F也可以叫升E写上 具体什么时候这么用呢 我们还是以后再讲啊 我们继续往下 F再升高一个半音的 这个黑键 升F或者降G 大家应该已经知道这个规律了 再往下一个是白键嘛 就是咱高音符号圈住的那个G 然后再往下一个就是升G 或者是降A 再往下一个半音 这个白键就是A了 然后是升A或者降B 没错吧 注意一下自己的书写顺序哦 别我没提醒你就写反了哦 好 再往上一个半音 就是咱们的B 最后一个白键 好 再往上一个半音 我们就循环了 回到我们的C 可以看到这个B跟C之间也没有黑键 所以它俩也是相差半音的 这意味着什么呢 你应该想到我要说什么了 没错 C它也可以叫做升B 而B呢也可以叫做降C 我们在下面写一下 包括我们最开始的那个C 你也别忘了给它下面也写一个升B OK 这样我们就把一个八度里 12个半音的名字全部都罗列了一遍 接下来我希望大家呢 把这个名单再往下延展一个八度 也就是总共写24个音 就像我现在画面上展示的这样 注意不要写错了哦 好了 写完两个八度之后 我们的这个DIY课程的表格的第一部分 就算已经完成了 但这个表格千万不要丢 我们才完成了不到一半呢 那么在之后的课程里呢 我们会随着我们知识量的积累 来慢慢完成这个表格剩余的内容 等这个表格的完全体登场之后呢 我估计很多人都会恨不得把这个表格 印在你自己的脑子里的 在第一节课跟大家讲钢琴的时候 我就说过 一个八度是七个白剑五个黑剑 七个白剑五个黑剑这样在循环的 所以组成一个八度的音 一共有十二种 如果我们把它从低到高 有续排列的话 就会得到一个半音节 像这样 这时候有探索精神的同学 肯定会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是十二个音呢 而不是别的数量呢 十二这个数是怎么来的呢 这就牵扯到一个很有深度的话题 那就是人类的本质是什么 不对不对不对 我是要问 音乐的本质是什么 这个问题要换作我自己回答的话 答案会是物理加数学 加人类抽象思维 综合作用下的一种艺术形式 完了是听上去有点吓人 好好音乐怎么扯到物理数学上去了 然而它的本质 还真就是物理数学来的 但这不意味着 你要把这两门科学的出神入化 才能学好音乐 不存在的 音乐的载体 这个声音本身是一种物理现象 而音乐这个体系的构成呢 包含着各种数学关系 真正决定音乐的艺术性呢 关键还在于人的思想本身 他们三个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 那么从物理角度来说 人为什么能听到声音呢 因为有耳朵呀 当然要靠脑子 那耳朵跟脑子 靠什么理解声音呢 靠的是世间万物震动产生的机械波 这些波传到我们耳朵里 然后大脑再把这些震动 转化成我们知觉上听到的声音 想最直观地去体验这个空气震动啊 你就把你的脸对着一个低音泡感受一下 那关键是这个音高 我们是怎么听出来的呢 它取决于物体震动的频率 简单来说就是震得越快 音调越高 基本上所有能表现音高的乐器 都是基于这个原理设计的 声波震动频率的单位是赫兹 大家应该也不陌生 人耳朵的这个性能呢 在动物界不算是最好的 充其量也只能听到 20到2万赫兹之间的频率 正好在bilibili看到一个视频 它就是把一个正前波 从20赫兹一路扫到2万赫兹 我把地址给在这里 有兴趣同学可以去挑战一下 自己听力的极限在哪里啊 当然了 在现实中几乎找不到正前波 这么纯粹理想的震动形态啊 但好在从数学角度上呢 任何一种形态的波 我们都可以把它用数学方法 拆解成无数种正前波 叠加出来的样子 但那完全就是另外一个领域的 高深的故事了 我们这里没有必要讲 如果你是功课生 你当然知道负力也变换嘛 那是我大学时期的噩梦之一啊 好 那回到我们钢琴上 我们每一个音都有一个固定的音高 那它具体是多少赫兹呢 这牵扯到一个名词 音律 音律是个什么概念呢 我们能听到频段就这么多 我们要从里头摘出几个特定的频率 作为组成我们音乐的所有音 这就是音律 但你要知道 我们现在能使用这一套音律法则 也是古人们千百年来摸爬滚打 总结出来的结果 早在原始时代 赫兹还没出生的时候 五线谱也没发明的时候 这个原始人对音乐的高低 完全是凭感觉的 当时就会有人发现 这个不同的弦长弹出来的 这个高度不一样 这个笛子的钻孔位置 也会影响它的高低 而最容易发现的是 当你刚好把这个长度 砍一半的时候 就会发现这两个声音 听上去很像 色彩很接近 后来人们经过实践总结 就发现了这个八度的概念 以我们现代的理论来讲的话 你把弦长砍了一半 它的频率就会提高整整一倍 那么这个一比二的关系 就会使一个声音提高一个八度 这些所有的音在大脑里头的印象 都重叠得太厉害了 它们之间没有什么色彩上的区别 纯粹是一个听上去高 一个听上去低罢了 那古代人当然也不会满足于 只有一个声音的音乐了 所以大家就开始着手寻找新的笔值 来创造一个不一样的声音 那最容易发现的就是三比二 如果把这根弦 砍成它三分之二的长度的话 听上去会是什么样呢 那么从频率的角度上来说呢 我把它弦长砍成了原来的三分之二 那它的频率就会变成原来的二分之三 也就是1.5倍 细心同学可能会发现了 我刚才弹的刚好就是C跟G这两个音 第二节课我就强调过 C跟G这俩哥们儿啊 放在一起非常和谐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一个纯五度的关系 它之所以听上去这么和谐 就是因为它俩的频率的笔值 刚好是一个三比二的关系 你看三比二这个关系 它看上去就很干净 很不复杂 我们人的大脑也是喜欢这种干净的笔值的 所以会把它俩放在一起的时候 处理的比较和谐 那么古人们为了把这种 既和谐又富有变化的感觉延续下去 它就不断地用三比二这个笔值 来寻找新的音 也就是不断去寻找下一个音的纯五度 而这种按照五度不断往下找的方法 就叫做五度相生率 我们中国古代就有的三分损异法 在原理上是跟它一模一样的 古人们就用这种找五度的方法 一直五度五度五度到最后发现 当我有十二种不同的音的时候 一个八度就刚好被填满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时间关系我们放到下节课再讲 而更多的细节呢 在关大为老师的 Nestcore的好和谐教程里 有过几期非常详尽 而且生动的讲解 我会把那几期视频的地址 放在简介里 大家务必要去看一下 而咱们这边的课程 更进一步的知识呢 时间关系我会放在下一节课 继续与大家探讨 今天我们终于搞清楚了 五个黑件的名字 虽然每个黑件都有两个名字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用哪一个 但是以后你就会慢慢理解了 这个完全不用着急哦 然后我们现在知道了 声音的本质是振动 而音高的本质是振动的频率 而古人们通过这个音高的 简单笔直关系 发现了五度相声率 并通过这个五度相声率 也就是三比二的纯五度关系 最终一步步找出了 我们乐音体系中 所用到的所有十二个音 下节课呢 我们就要在我们手头 已经做好了一张表格的基础上呢 继续拓展 我们也来亲手用五度相声率 重现一遍古人寻找十二个音的过程 并通过这个过程 来完成一个 所有音乐人都离不开的 超有用的工具 那就是五度圈 敬请期待吧 如果你喜欢这一期视频 或者对我后续的校学内容 有期待的话 欢迎素质三连来对我进行支持 另外对本期视频有疑问 或者觉得有错误的话 您可以在评论里留言 我会尽量回复大家 我们下期见 拜拜